看到了这个礼拜的最新价格 955千汽油一公升是来到了31块钱 那么有在加油的人呢 可能觉得说哇这个价格怎么还是这么的高 其实从物恶战争以来包含的天然气 以及油价都是一直持续的在攀升 尽管近期有从高档回落 但是看到了最新的预估 中油这边全年估计亏损会来到300亿元 回想去年物恶战争推升油价高涨 国际油价达到每桶99美元 今年油价回落至84.5美元 但是中油为国营事业 身负稳定物价重任 持续配合政府政策吸收 进一步导致亏损不断堆跌 截至10月亏损达到了153亿元 再把最后一季数字加进来 预估全年度亏损300亿元 等同无法达到预算净利1.79亿元的目标 中油会随时关注国际油气价格的变化 适时合理反映我们的成本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那第二个就是 那当然就是以企业来讲 随时都要执行开源截流 那当然我们想还是争取政府 能够提供相关的一些财务支持 当全球迎来通膨 台湾两大国营事业 台电以及中油就扮演着物价消波快的角色 吸收电价油价涨幅 而中油光是去年就累亏高达了2144亿元 看看沙烏地阿拉伯 严密延长额外减产计划至明年初 国际油价再往上爬 而天然气的价格又因尾巴冲突爆发 回复上升 紧接着进入天然气旺季 预估价格维持相对高档 中油不是亏了2100亿吗 今年还要再亏300亿 中额的资本额是1300亿 那当然是破产了 但是政府的做法是 让这个中油公司资产重沽 然后改变这个会计诊责 可以避免中油破产 但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是作帐来 并没有现金流进来 那所以势必还是要增值了 动涨动涨先动涨 进步细看中油的亏损 主要在于油气补贴 在油价平稳机制下 955000汽油每公升超过30元 中油就要吸收25% 超过32.5元就要吸收50% 这也是为何油价周周调涨 中油还是亏很大 如今955000汽油仍在30元以上 中油就还是得要持续补贴 这方面可能就会输人家 那长期以往其实就会反映到 整个构期的成本上面 那二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育价某一种程度的压抑 那时间到了还是需要反应 因为我们在学理上面 都还是予以说 价格应该是尽量做一些反应 然后也可以提升大家 能源节约的一个意识 再动涨下去也非常久之际 眼看2024年初就要迎来总统大选 着眼物价与盈亏平衡 先要顾及长期发展 就势必得要进一步调整 体育新闻 连至成为越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